世界上最毛的国家是谁? 看到这个问题,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美国,之所以这样说,主要是因为百年来战争一直伴随着这个国家成长, 可以说,战争就从来离开过美国,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,一年360天,美国至少有300天在打战,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, 而战结束后,只要是有纷争的地方,就可以看见美军的身影, 91事件没有发生以前,美国参战的理由,主要是维护地区和平,私藏大规模杀伤新武器, 91事件发生后,美国又多了一个理由,这个理由就是反恐,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新武器, 主要是核武器,生化武器,美国成天说这个国家有大规模杀伤新武器, 那个国家有杀伤新武器,其实,世界上最大规模杀伤新武器库就在美国, 公开资料显示,美国拥有核武器的数量,位置全球第二,而美国拥有生化武器的数量, 恐怕要位置全球第一了,现在,有个问题来了, 为什么美国自己拥有大量核武器,却不允许其他国家发生核武器呢? 美国军事专家指出,美国之所以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, 主要有这两方面原因,首先,不是所有国家都和中国一样, 研制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,用来防御,部分有核武器国家, 已经多次宣称,不排除在战争使用核武器, 还有,核战,在核大国之间根本打不起来, 你摧毁别人的时候,自己恐怕也会灭亡, 但是,一旦中小国家有了核武器, 那么,会不会在战争中,使用核武器恐怕就必须要打上一个问号了, 美国是迄今为止,唯一一个在战争中,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, 美国甚至核武器的破坏能力有多大,二战后, 虽说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, 但并不是,所有国家都愿意真心和美国交朋友, 有很多国家对美国充满了敌意, 美国害怕这些国家有核武器后, 一旦把这些国家怨牢了,会用核武器招呼美国。